在过去五年里面 我们的柴油的车辆 就是增加了5% 但是我们的柴油津贴 增加了400倍 这样这个400倍跑去了哪里 一定是被走失掉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没有人会去反对讲说 我们需要重组这个柴油的津贴 不只是要做 而且是要尽快的马上做 因为呢 只有在马上做尽快的做 才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财务直血 因为我们其实是在流血的 而且这个血是白白流的 因为呢 今天被走失掉 或者是去了 护士目标群体的这个手中 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们也是可以有效的去善用 我们的这个指缘 剩下来的这个40亿呢 我们就能够更针对性的 提供给那一些有需要的 B40跟M40 所以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 政府所开发的这个SDR呢 它将会达到100亿 那么收费人口是900万这么样多 也就是讲说 大概60%的马来西亚的人口呢 是能够得到政府的这个补助金的 对吗 是能够得到政府的这个补助金的 是能够得到政府的这个补助金 是能够得到政府的这个补助金